来源正知道 原标题 第五位港澳办主任 追议第三位主任的知遇之恩 在国务院港澳办第三任主任 鲁平九十名授之际 港澳办主任党组书记张晓明 在官网撰文回忆鲁平对他的知遇之恩 张晓明是现任港澳办主任 也是第五位港澳办主任 正知道微信IDApolitics 觉得此文相当可读 特地编辑如下 依想读者 家宝老师想让我留校 1985年10月前后 我即将从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班 毕业班主任英家宝老师告诉我 注定让我留校任教 我当时少不更是 想换一个环境 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便挽絮了老师们的一番好意 随后我开始寻找工作单位 到了次年二月 一天傍晚 我在宿舍床头的小台灯下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 第四版中间豆腐快大的一则新闻 报道吸引了我 标题是鲁平率领的法律专家小组结束 在香港的工作后离港 我顿时脑海中闪过意念 香港回归准备工作如此紧锣密鼓 肯定需要大量人手 特别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 于是我立即给鲁平同志写了一封求职自建信 并附上自己发表过的几篇文章目录 以平行的方式寄出 大约隔了不到两周 一天下午 英家宝老师到宿舍找我 说国务院 港澳办干部处的一位女同志 刚刚到学校来了解我的情况 照她谈了话 她附述了与对方交流的过程 讲到如何狠狠地把我夸了一通 在过了个八月之前 到学校考察我的李春花同志 通知我到港澳办见面 我走进传达室旁边的小房间内 见到了戴着黑框眼镜 心向斯文的徐泽同志 他与我交谈了十几分钟 算是对我的面试 大约五月份 我得到录用通知 这一年是港澳办第一次 在北京的高校中招收毕业生 由于我联系工作单位比较晚 变成港澳办当年招录的最后一名毕业生 鲁平教我如何喝咖啡 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花不短的时间 看香港报 纸汉杂志 有一次我在办理公文过程中对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的有关议题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 鲁平同志看到后认为问题抓得比较准 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面谈 他说他以前也看到过介绍这个问题的书籍 边说边起身走到书柜前查找他从中抽出一本费了好长时间翻阅直到核对了有关内容为止 大约是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委员工作人员和部分嘉宾在有巧克力大厦支撑的建外大街中性大厦顶层聚餐 我是第一次出席这类聚会到场以后要了一杯咖啡加进伴侣方糖用咖啡池搅拌一通后端起来就喝 池子还在杯中 没想到鲁平同志居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的这一举动 他走过来轻声的对我说咖啡池是专门用来搅拌咖啡的 搅拌好之后要先把池子取出来摆放在手托的小碟子上不能咬着喝也不能把池子放在杯中一起搬着喝 在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鲁平同志很有魄力 与我同一批进入港澳办的张荣顺同志 由于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内工作表现突出 1988年提升为副处长 十年仅25岁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屈指可数 1994年我晋升处长时由于任副处长时间上不满两年 有的同志提出质疑也是由于鲁平同志坚持促成了这一次破格匹拔 怒斥彭定康是罪人 在许多香港人记忆中鲁平同志的形象是与白头翁性情中人连在一起的 性情中人与他有两次当着香港记者镜头发火的场景有关 一次是在1990年12月针对港英政府事先未经磋商而突然宣布耗资 1270亿港元新建新机场等玫瑰园计划项目鲁平同志忧心忡忡 抛除急剧推进香港直选进城的政改方案而引起轩然大波 并在道经会谈后聚不接受中方意见鲁平同志在双方不欢而散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斥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鲁平同志最突出的政治品格就是原则性强 1991年5月鲁平同志与英国首相梅姐的政治顾问原驻华大使科利达就签订香港新机场量解备忘录进行谈判 当时英方在新机场建设问题上有求于中方及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诺才能解决从银行融资问题 这个谈判本身是中方抓住对方这一软乐争取而来的从外交大局考虑中 央还决定要借此契机促使英国首相梅姐到北京出席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 以打破西方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春夏直交的政治风波后不访华的僵局 等到备忘录即将草迁时 克利达否认自己曾经说过可考虑没接首相到北京来签署的话 并拍桌子叫板鲁平同志也拍案而起 积严厉色的责问对方 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 你还讲不想谈 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现在就请你回去 最后克利达表示要请示首相本人 并走出钓鱼台国宾馆的小楼 隔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说 以打电话请示过没接首相 首相本人同意到北京来签署 成立32个字的预委会 彭定康执意推行三维反正改方案 导致直通车安排断裂后 中央及时提出了令其鲁灶 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等工作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根据香港社会 人士的建议在1996年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之前先组建一个工作机构 及早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这就是1993年7月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当时我们就议议这个名称长达32个字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机构名称但由于一环套一环无法在文字上再做精简 后来我们把这个机构简称为预委会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势力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鲁平同志等港澳办的领导同志和新华社 香港分社的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后均认为采取这一举措却有必要 因为在1997年6月30日前就有许多事项是为确保香港平稳过度必须完成的 尤其是有些法律在1997年7月1日临时作弊不可少 需要做出类似于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午夜立法安排 而且由于全国人大1990年的有关决定 一收全筹委会负责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 由筹委会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 并在1997年7月1日前开始工作 也是由法律依据的 临时立法会可以说是在内外一片争议生中成立的 由于港英政府的抗拒回归前 他只能在深圳开会和运作 但如果没有他 香港的过渡一定没有纳腰顺利平稳 我想从屈原在李肖中海叹 异于新之所上西 虽久死其游未悔 到桃游民不为吴薄米遮摇 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露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汉鲜忧厚乐的心境 到林则许虎门硝烟后被折心将一离途中迎送狗立国家生死里 起因或伏必屈之的名剧 其实如往今来中国是大富群体或者从政者中 从不欠缺这种精神品格或约丰富的东西 Oticle Ad List 校队向阵 PPPP IMG Style Max Width 500 PX SRV HTTPN Sign in CM Translate 2017-09-08-14-QE-VQC 5726757 Give QR Mark Y IMG Size 640373 PPP BRP Article Ad List 责任编辑张建立